氦是一种无色 无锈 单质气体 属于元素周期表第十八族惰性气体 它是元素周期表中第二氢的元素 原子叙述为二 相对原子质量约4.003 氦位于元素周期表第一主族和第十八族的交汇处 是惰性气体家族中最氢 最简单的一元 它的最外层电子壳层被两个电子完全填满 非常稳定 因此是一种惰性气体 氦是人类最先在太阳光谱中发现并命名的元素 1868年 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昂利·朱利斯·甲晨 观测到太阳光谱中有一种未知亮线 当时不知道这条亮线的来源 1895年 英国化学家拉姆奇和雷利通过精密实验证实 这种新元素存在于地球大气层中 并将它命名为氦 源自希腊词Helios 之所以用氦来命名这种新发现的元素 就是因为它首次被发现于太阳光谱中 随后 科学家们发现 地球大气层中也存在少量氦气 这种存在于地球和宇宙的特殊气态元素 具有非凡的理化性质和应用价值 氦是一种单原子的惰性气体 在标准大气压下 272.2摄氏度时会凝固成液体 268.9摄氏度时会进一步凝固成固态固 它是已知中废点最低的物质 因此需要极低的温度才能液化 氦气无色 无味 无毒 密度比空气轻 声音传播性也比空气差 作为惰性气体 氦几乎不与其他元素 直接发生化学反应 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惰性 但在一些极端条件下 氦也可能与某些元素发生化合 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惰性元素 天然存在的氦有两种稳定同位素 氦3和氦4 氦3是一种氢同位素 在自然界中极其稀有 氦3气体质量很轻 热传导率高 常被用于气体分离和半导体气间质冷 存在量少 主要用于低温研究和核反应中子探测等 此外 氦3也被视为未来聚变能源反应的一种潜在燃料 氦3作为聚变燃料时 尤其是氦3与氦3发生聚变反应时 能释放出12.86兆电子伏特的能量 相当于一克TNT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 这种聚变反应的副产物非常清洁 只会产生惰性的氦4和质子 不会有任何放射性污染 而氦3作为核聚变燃料的点燃温度约为3亿度 较其他聚变反应路线较低 对聚变堆的工程要求不太苛刻 另外氦3的来源较为多样 不仅可以从天然气中提取 未来还可以在月球表面开采获得 很多的科幻作品都有提及 比如月球 独行月球 氦3本身是一种稳定同位素 在反应过程中不存在放射性问题 安全性更好 氦4是天然氦的主要同位素 存在于宇宙和地球上 氦4气体密度较氦3小 用于填充气球和低温研究 它还是研究超导和量子效应的理想量子流体 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 宇宙中约90%的氦4 产生于约137.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 这些氦4不断参与后来星体的形成 也存在于星际空间中 而氦3是恒星内部经过核聚变反应而产生的 在普通恒星内部占总量的0.00002%左右 一些老年红巨星内部 可能存有更高浓度的氦3 在我们的地球上 大气层中只含有极少量的氦气 约占0.00052% 其主要来源是 放射性元素在地壳和岩石中 发生α衰变而产生的 氦气会逐渐从岩石孔系中 释放到大气中 地表也有少量氦 以固体形式存在于天然气填充 我们可以从那里提取出部分氦气 由于氦气比空气轻约7倍 不燃烧 无毒 常备用来填充大型气球 飞艇等航空气 使其获得正福利 液氦的费点接近绝对零度 只有2.17K 因此常被用作制冷剂 许多低温科学研究 如超导 量子效应等 都需要液氦进行冷却 氦三热中子反应洁面积大 可被用作探测中子辐射的传感器 广泛应用于 核反应堆 加速器等领域 由于氦气密度小 混有氦气的混合气体 可以提高声音的传播效率 因此 常被运用于深海浅水呼吸 混合气体中 氦三常被用作气体分离过程中的 追踪剂和冷冻剂 在半导体工业中也有应用 由于其稳定同位素性质 和热中子大节面积 氦三还可用于制造中子探测器 广泛应用于核能 航天等领域 氦三在低温研究 质谱分析 核磁共振成像增强 量子计算和陷阱离子等前沿科技领域 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用途 氦四是研究超导 和量子效应的理想量子流体 在极低温下 氦四可以进入超流态 不受热阻力影响 对量子力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氦气具有惰性和热导率高的特点 可用于制作肺部造影剂 帮助诊断肺部疾病 此外一些带有放射性同位素的 氦化合物可用于肿瘤放射治疗 由于惰性和良好的热传导性 氦气常被用作保护气体 用于精密的金属焊机和切割 有利于控制反应区域的温度 在高温冶金 化学等工业生产过程中 氦气可被用作惰性保护气体 防止弓箭表面发生氧化 腐蚀等反应 除上述用途外 氦气还可用于激光技术 飞机滑游 人工矿泉水 水下超声波检测等领域 目前地球上最主要的氦气来源 是从天然气田中分离提取 天然气中含有少量氦 经过低温分流 吸附分离等工序 可获得工业级别的氦气 而氦气的产量最高的国家是美国 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约49% 氦的同位素氦3和氦4 可以通过一些核反应路线人工制备 比如裂变产物中的α粒子衰变 加速器 轰击目标物质等 但工业化生产成本较高 由于天然界中氦3极其稀少 科研和工业应用对氦3有较大需求 目前主要依赖核反应堆中 通过符罩捕获反应来人工制造 未来还可利用带开发的聚变堆副产物 获得氦3 人类的登月计划 也计划在月球及其他天体表面 开采氦3资源 人工制造和潜在的开采途径 将为日益增长的氦3需求提供保障 研究氦元素的性质和应用 不仅对学习和解释宇宙起源 具有重大意义 对推进地球上低温 超导 量子力学等前沿科学领域 也至关重要 随着科技进步 对氦气的需求将与日剧增 特别是来自医疗诊断 精密加工 低温超导等领域 发展更先进的氦气提取 和氦3人工合成技术 对满足未来需求至关重要 未来或将在月球和其他星球上 开采氦3资源 可以说氦不仅是一种 普通的工业气体 更是人类认识和探索宇宙奥秘 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元素 它的特殊物理化学性质和应用前景 足以成为地球和宇宙中的特殊宝藏 通过对这一特殊宝藏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 和人类文明进步之路上 每一个细小的发现与突破 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探索未知 永无止境 氦元素就是这一伟大征程中 一个生动的缩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